让我们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 有请 你好 主持人好 客人老师好 欢迎 这神采奕奕地就上来了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张景南 来自天津 今年38岁 我是一位全职妈妈 也是一位美食博主 也是Coco家的早餐艺术的作者 三个身份 是什么书呢 它是一本早餐书 它对我来说它不单独 不是一本食谱 它更多的是把我想给家人 说的一些话呀 一些感情啊 都写在这本早餐书里 今天把书带来了是吗 带来了 给我们老师也看看吧 好嘞 就是这个书啊 这个书 Coco家的早餐 Coco住 你就是Coco 对 Coco是个小名 好漂亮啊 赶紧给老师们也看看吧 这是早晨做的葱油饼 然后还有一个鱼丸汤 这是一个南瓜的一个锅天 这都是早晨做的 对对 冰花 这个我会做 画得比较好吃 比较好看 这是自己做的小面包 和沙拉 这个是华夫饼 华夫饼 然后搭配一些水果 这个是孩子最喜欢吃的 这个牛排意面 贝壳的牛排意面 黑椒味的 他特别喜欢 这照片是自己拍的吗 都是自己拍的 书里的照片也选 都是自己拍的 书里的每张照片 都是我自己拍的 哇 太有心了 之前做的其实也是很普通的早餐 就是看着非常普通 然后我看着就慢慢开始学习嘛 我学习就看到别人拍的那些个食物 可能没有我做的好 没有我做的用心 怎么这么好看呢 然后我觉得 哦 我可能哪里出问题了 然后我就专门去学了美食摄影 然后专门去学美食摄影 然后又买了相机 然后这样呢 就是把早餐照片能拍的会更好一点 达到了一个色香味俱全 自己看着都喜欢 这14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啊 让你决定我要开始 每天做不一样的早餐 还要记录下来 其实做早餐的初衷呢 我是想把更多的健康 带给孩子和家人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 是比健康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 都来自于12年 12年单位组织的一次体检 体检的报告结果出来以后 就是我的血项是不正常的 就是各项指标都严重的超标了 我还挺害怕的呀 然后我就自己瞒着家人 也瞒着他 我就自己做了骨髓穿刺的一检查 拿结果的前一天吧 我点害怕了 因为就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你这肯定是有问题 肯定是得病了 要不可能会这样的指标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了 转天呢 他就跟我一起去医院 拿了这个结果 当时医院大夫跟我说 我得的一种病叫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血液疾病 它是基因突变 骨髓干细胞的一种紊乱 造成的疾病 而且当时我才三十岁 那是一二年的时候 三十岁 当时我已经严重到 伴有骨髓纤维化的一种情况了 生病的周期可能 大概就是十五年左右吧 没想到背后有这么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真是情绪非常的失落 因为自己得这个病了嘛 然后我先生的态度呢 他就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 你就跟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嘛 没有关系 该治病治病 然后就是给了我一些更多的鼓励 所以有时候真的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 加的这个力量 特别的珍贵 是的 我能问一下 就是从发现病到现在 已经过了多久了 八年 过了八年 你的病程有变化吗 还是说就已经越来越好了 好倒是没有 就是一直在持续的治疗 就是一开始是化疗药 化疗药对我身体影响就是掉发 然后掉发指甲变黑 后来我的医生给我换药了 叫干扰素 一种注射的药 从每周打四针 然后现在控制的比较好 每周打两针 来控制我的各项血项 然后这个打针的任务 就交给我老公 都是他来给我打 所以一二年发现生病了 其实我们遇到大的事情之后 会在想法上 会对生活的态度上 有一个突然的变化 可能以前也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妈妈 普普通通的职工职员 是 突然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看开了 想开了 知道自己以后 应该去怎么样生活了 我的人生一个转折 一个是这个生病 还有一个就是 我到达巅峰期 是我上过舌尖上的中国 就是最高的级别的殿堂 哇 真棒 真棒 其实这个人一生 很少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但你经过曲折和波折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倒下 所以这个 鼓掌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 谢谢 所以其实在你的 一道道菜肴中 一幅幅照片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食 不仅仅是照片 其实更多感受到的是这种爱 对孩子的爱 对生活的爱 对美好的爱 孩子出生那年 正好是我的奶奶去世 然后 但是这十年中的记忆 永远是奶奶的 给我那股味道 就是奶奶当时年夜饭 给我做了一份砂锅粥 我觉得十年过去了 那份砂锅粥的味道 永远都印在我的心里 就是虽然人不在了吧 但是那份味道 永远都触痛着我 内心对它的思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爱的味道 真的是永远 什么事情都无法替代的 就是包括那碗砂锅吧 我这么多年 我再去做它 我就觉得 跟奶奶做的味道 总是差这么一点 就是无形中的一种 对故人的思念吧 所以你把这些爱 都做到了每一天的早餐中 希望女儿 通过味蕾 能够感受到爱 也能够记忆住爱 对 能够记住我 记住妈妈的味道 也是一种爱的味道吧 真的是很感动 其实在女儿心中 也是造就了一个 伟大妈妈的形象 你看我妈妈 对吧 又照顾我 又做美食 还出书 还有很多粉丝 特别棒 当个同学都很羡慕她 你看她又吃这么好的 今天吃这么好的 今天女儿也来了 她来了 爱人也来了是吧 来了 那么也把你的家人 请上来吧 好的 来 有请两位 做了做了介绍吧 小朋友 大家好 我叫王兴轩 我今年十岁 这是我爸爸 他叫王瑞刚 爸爸在你心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强壮的爸爸 那也给我介绍一下 你的妈妈吧 我妈妈 她是一个很勤劳的小蜜蜂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我妈每天在家里 除了做饭还要做家务 帮我学习 都是妈妈管 那妈妈温柔吗 很温柔 爸爸眼里妈妈温柔 妈妈漂亮吗 很漂亮 哎呀 妈妈做的饭好吃吗 很好吃 有一次就是 我出去吃牛排 和意大利面 我跟妈妈说 我喜欢吃这个袋 回来你能不能试试做一做 然后妈妈 知道了之后呢 第二天就给我做了这份餐 你吃的羹 哈哈哈 对因为肉多 哈哈哈哈哈 啊我总给他讲一些 比如说你看外面的意面啊 那种素食袋里 你看各种防腐器添加剂 都对身体不好 嗯 然后妈妈做的什么添加剂 都没有特别健康 啊 你就得吃这些东西 对身体好 嗯 哦 哈哈哈 这老公是有点严肃的哈 就是 我就听他们说就行 你们就开心 对对对 看他们吃的开心 你就开心 对 这我看是您吃的最开心吧 对 他吃的开心 嗯 我们两个结婚时的130斤吧 现在多少斤也不告诉我 我估计目测有180吧 多少斤不告诉我 不告诉我多少斤 好吃的吃多了 对 对 我说他们吃剩下的都给我 哈哈哈 您这是幸福肥吧 对对对 我们都是幸福肥 讲讲您有多幸福啊 爱人每天早起来 六点就起来做早餐 我觉得很辛苦 嗯 嗯 请问您睡到几点 所以很幸福 我跟他一样七点 可以送到上学吗 哦 也还可以 哦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对 但是我觉得 起来就等吃 对 起来就第一件事就是 看了吃什么 嗯 还挑三减四的 还挑三减四呢 可不 挑三减四的 特别的刺儿 这些年呢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的那个身体状况比较好 主要因为心态好 其实我觉得 他有一大半功劳 都在他身上 嗯 从我生病了之后 那几年 他每年都计划 带我们出去去旅行 嗯 去玩 然后带我们去天南地北玩 包括我们去的新疆啊 西藏 去年去的甘南 都是他自己开车 自驾游 带我们去玩的 哎呀 真的就是我的性格呀 我的人生啊 就完全就转变了 可能之前 想去不敢去的地方 不敢实现的梦 就都去了 真不错 这是我们潜水 在浮潜 对对 跟海牛一起游戎 呦 对 我当时特别害怕 我一好几吨钟 我还把他放过来压死我 压扰我 然后他就保护我 就跳伞 跳伞 我跳他没跳 他不敢 他不敢 回来就后悔了 他问我你怎么敢 我说那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经历过这大风大浪 跳过伞 还有什么呢 还怕什么呀 哎 轩轩 妈妈棒不棒 很棒 你爸爸怎么就不敢跳伞呀 宝宝 其实爸那天 因为我爸太重了 哈哈哈哈 碰得一下就摔下去了 你是因为太小了 不能跳伞是吗 对 那你长大了敢跳吗 我想试试 你看看女儿多有问题 他天不怕地不怕 我觉得跟从小 我们带他出去旅游什么的 他的阅历比较多 是因为有个游泳气的爸爸 游泳气的妈妈 他生命之前嘛 就我们还比较宅 就不是这么说 每年就是去很远的地方 那种那种 就很普通的老百姓了 然后后来他生命以后 就觉得 可能时间有限吧 可是你一说时间有限 我真的心里就突然就被扎了一下 就感觉时间有限 反正就最大努力 而且工作呀 不工作 怎么养家户口啊 他所说的时间有限 其实我理解一方面 可能他觉得有一天 我可能怕身体不行了 另外一方面 他觉得我们去旅游的话 他要一个好的身体 就在他还年轻 他身体还好 一天能开十几个小时的时候 赶紧带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去玩 就在我们 其实青春是有限的 对 游泳知道妈妈身体不太好吗 知道 心疼吧 很心疼 那每次爸爸给妈妈打针的时候 你在旁边会看到啊 打哪里啊 就在肚子这块 那你害怕吗 我觉得不怕 是因为爸爸拿那个针很细很细 像纹的那个针一样细 看起来一点都不疼 而且爸爸还非常的细心给他去扎 所以你一点都不担心 对 我突然感觉到可能这是一个 一个生命的礼遇 为什么呢 其实说实话 十五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那可能会觉得生命有一个期限 但是事实上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期限放在那 我们会觉得这十五年 是弥足珍贵的 有一个时间帮助你把现在 当下此刻过好这一件事 我觉得这是生命的礼遇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你们 就每一个人都应该给自己设一个期限 我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什么 就是这个体验感要给到家人 要不然的话 一不小心孩子就长大了 一不小心有些人就错过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次转身就是最后一次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幸福的 小艾老师说得很好 孩子的童年是有限的 就是短短的这十年 你一定要珍惜 那我知道今天Coco来呢 也是带着幸福心愿来的 好 我们请Coco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来 有请 好 我的幸福心愿是能开一场早餐的分享会 来 请回来 一个美食早餐的分享会 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情形规划中 我希望有一个场地把我这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发生了 在这一终的地方 要是最好的 不及承识 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Zither Harp